艾菲尔老师 我们就来看看 什么样星座的女人 能够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 好 我们来关心一下我们志祺 我们请大家参考 太阳以及上升星座 有上榜的朋友呢 应该会有一个比较美好 而且幸福的家庭跟婚姻状况 总先我们来恭喜第三名的朋友 如果太阳上升是天平座的女生的话 可以有美好跟幸福的家庭生活 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本身的个性一刚一柔 而且善于经营家庭以及婚姻关系 其实天平座在十二的星座里面来讲 它是一个可以刚硬也可以柔软的 其实这个一刚一柔的个性 可以让他们在感情当中 不会这么表现的出强势的那一面 也不会这么样的软弱 好像被人家糟蹋 或是被人家拖的鼻子走 他们这种一刚一柔的个性 特别是于经营感情的生活 因此婚后可以有个幸福的家庭关系 那么感情也比较美好 再来我们看到第二名的朋友 如果太阳上升是这个星座的朋友 也是可以有一个幸福 而且一个美满的婚姻状况 是射手座的朋友 射手座的女生 为什么有这个好运呢 最主要她们的个性 还是个性有关 是不拘小杰 而且有大智慧 其实那个演艺圈里面 也有很多射手座的女生 她们的感情敬意的 也是非常的美好的 她们本身也是家庭妇女 也是一个工作当中的 一个职场的一个女强人 但是整体来讲 她们就是个性上面不拘小杰 不会把工作当中的情绪 带入到家里面 也不会把家里面的一些 这种不好的一种状况 来带入职场当中 等你来讲 她们是用大智慧来经营婚姻 经营事业 所以是爱情事业两得意 再来我们看第一名的朋友 太阳上升 如果是这个星座的话 也是有一个幸福以及美好的 婚姻关系跟生活的 她恭喜天蝎座的朋友 天蝎座为什么有这样的好运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她们的个性是精明 聪慧 而且帮夫运特别强 本身天蝎座其实在进入婚姻当中 她就会把婚姻当作是一个 好像就是自己的一个幸福 以及一个事业来去经营 最主要她们是很精明 而且很聪慧 知道哪些东西是该去提醒老公的 哪些时候应该事实闭嘴 所以整体来讲 她们很能够去给老公面子 同时也会去用自己的一个手段 跟心思来经营好自己的家庭生活 最主要她们的帮夫运强 让老公也特别疼爱她 因此有上榜的朋友 天蝎座射手座 以及天蝎座 都是能够婚后有一个幸福 以及美好的婚姻关系跟生活 给当中参考